我消費陷阱是沒有的 但我從小到大都可以遺傳我媽媽教我而節儉的性格 我永遠都要創私起錢 所以賺了一塊錢回來,我會花一半或者三分一 你錯了很多錢 不是很多錢 但我真的沒有安全感 若你真的需要去控制自己的話 可能要儲存一些錢 可能將來有什麼事可以運用 所以你不可以平花錢 若你花,要花得有價值 若你平常少少購物 當然不可以瘋狂地去買東西 你可以買 我自己買東西也有一個不準則的 我家裡沒有這一樣東西 如果沒有的話,有差不多的 我就會買 我就會買 我會這樣 但也曾經試過 喜歡一款的衣服 有這麼多隻銀子 我都會買完 所以也看情況 但都會跟自己說 你花錢可以 但你也要儲錢和時間 但是,我會買到這個問題 那是一隻貓 但你會買到這隻貓 你會買到這隻貓 你應該買到這隻貓 是最多的